既然講到新北 我們來檢討另外一個 新北的立委 國民黨的 看業員知道怎麼幫他辯護 請導播幫我們跳下一張圖卡 這個洪孟凱 今天鏡頭看報導 大概跟大家簡單懶人包一下這個案情 反正因為現在大家很流行連連看 這一張連連看我幫大家畫好了 以後大家可以拿去到處連 蕭其鴻他是一個前NCC委員 那他在卸任NCC之後 他本來是受這個旋轉門條款的 限制 所以他不可以去轉任何 這個電信公司下面的一些職位 所以呢 他就怎麼樣呢 拐了一下 他先跑到一個這個 簡稱FUC的公司 然後呢 FUC的公司呢 去聘他的兒子 FYC FUC 我一直以為你要罵什麼 FYC 我一直想說你是少講一個 怎麼辦 只有你有發現 我腦子一直在想說 那個演員之 不是 那個陳柏惟剛怎麼 那三個字不講出來 FUC 好 然後呢 就轉了每個月的顧問費 進他的兒子 蕭語卿的帳戶 那其實 進他兒子 蕭語卿的帳戶 其實就是給了這個蕭其鴻嘛 好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關聯呢 因為這個二五電信呢 這個FYC公司是二五電信的子公司 可是二五電信公司現在被查出來呢 他其實是黑莓卡的詐騙集團 不法所的高達6億元 好 降聯完之後呢 洪夢凱在這裡面是什麼角色 他說 他曾經幫二五電信開過協調會 家瑜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以前在當立委的時候 當然開協調會 可能有時候是選民服務啦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 開始很多起底 像這個二五電信的東西就出來啊 就說這個二五電信後台很硬啊 他們的這個負責人 在談業務的時候呢 常常會說什麼 態度強硬 然後嗆聲說我們長輩會不開心 然後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態度這麼囂張 是不是背後有人撐腰 然後加上洪夢凱曾經 幫他開過協調會 那洪夢凱今天早上 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所以洪夢凱也是被 詐騙集團騙的意思啦 那這個二五電信其實 他的問題就是現在很多 第二類電信 他就是會賣一些 黑莓卡 比特卡這種的 類似以前的義父卡 然後呢 詐騙集團就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卡片 用第二類電信的號碼 來去做詐騙 然後廣發這些簡訊啊等等 等到你真的被詐騙之後 你找不到人 因為這些第二類電信 就協助這些假帳號 到處在台灣流竄 那所以這個協調會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這是洪夢凱自己要說清楚 也就是說 今天二五電信來找洪夢凱 到底是因為什麼樣的問題 需要洪夢凱 親自主持 然後去幫忙協調 協調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像這樣子一個做詐騙 而且做的都是一些 比較是見不得光的事情 說實話 他的陳情的案子的內容 一定也是跟這些事情有關 那洪夢凱如果知道 他還去幫他們去做協調 那這個只有問題了 所以今天洪夢凱撇清說 他也是受害者 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到底是幫二五電信 爭取什麼樣的權益 爭取什麼樣的特權嗎 還是爭取什麼樣的待遇 這個就是大家要問洪夢凱的 是不是二五電信被罰了 然後你去幫他說不要開罰 或者是怎麼樣還是什麼 所以整個協調會的內容 跟會議狀況 是洪夢凱自己要面對 只是這一波一波的 這些詐騙的案子 不斷的出來 大家會發現說 過去當然大家把責任 推給書發部 或者是NCC等等 那包括NCC的委員 現在也被踢爆說 連他自己在卸任之後 去轉做顧問 還拿詐騙集團的顧問費 那這個詐騙集團 確實是資金雄厚 以這個二五電信來講 他的不法獲利 就高達6億元 真的很好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後面的資金這麼雄厚 財力這麼雄厚 然後做的又是非法的事情的話 如果後面沒有人幫忙 沒有上面有人幫忙的話 那他怎麼可能 可以這樣無往不利 包括在電信公司 NCC等等 他可能都會面對很多的管制 那他現在如露無人之境 到底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洪夢凱也算是 國民黨現在有可能要選 新北市長跟葉元之PK的人 對 所以我想葉元之應該很開心 你看他笑得那麼開心 洪夢凱現在出事了 那代表說 葉元之可能還比洪夢凱好 洪夢凱還去幫詐騙集團 葉元之至少沒有嘛 你有幫詐騙集團開始協調會嗎 葉元之 他們都開會解決問題 洪夢凱有回應啊 他說他本來也不認識二五電信 他是透過一個那個電信的協會 介紹來的 說實話啦 因為我覺得立法委員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多 尤其是執行各方面的工作 還要上通告幹嘛的 像葉元之這麼忙 如果還要特別播出時間 去親自幫這個家 根本就不認識 還是人家介紹什麼協會認識 還堅持不出面執行 連執行都不去執行 你確有時間去幫這個公司開協調會 代表菲比尋常 不管是他後面的關係 或有人介紹 這個人是不是一般的人等等 所以代表說洪夢凱跟這家二五電信 或二五電信後面的有力人士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才會親自的幫忙主持會議 也不能這樣子講 我今天早上也有主持協調會 那就是里長跟我講李明的問題 那里長跟李明的問題就不一樣 如果你幫詐騙集團主持協調會 這個時候可以出來說我也是受害者 他東西可能就是有灰色地帶的事情 那你說洪夢凱願意出面去幫他協調 那就代表說這後面一定有一些理由 讓洪夢凱必須要親自的去處理 你看到立法委員要做的事情應該是 像他剛剛講那種李明來 我們找公...這個公家機關政府單位來 麻麻會開協調公公 他這個沒有呢 他這個是... 黑梅卡詐騙集團耶 因為洪夢凱一定... 你有聽過二五電信嗎 首先如果二五電信來找我們 我們會先問說二五電信幹什麼 我們一定先問助理說... 因為沒有聽過二五電信啊 就原來你都是在做這種 偶義付卡 那誰申請你的帳號 你的帳號是拿來幹嘛的等等 要嘛就是他 或是他的助理收集資料 也會先了解一下說 這家公司的背景是什麼 那如果了解之後 還敢幫他開協調會 那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洪夢凱... 而且洪夢凱... 學起來也要避免這種事 洪夢凱你說自己是受害者也很奇怪嘛 你有投資受騙 你才是受害者 正常來講 應該說我跟這次贏沒有關係 我只是因為法律上... 他受害者是因為他放在這裡 給葉原資笑啦 對 我他要笑 我幫他講話耶 而且不過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國民黨王文威就在質疑說 吳士堯什麼律師團隊裡面 有個律師涉嫌的詐欺嘛 對不對 那重點就是說 那個律師設詐欺的這個事件 跟吳士堯也沒有關係 然後吳士堯也沒有幫詐欺集團 開過任何的會議 對 那但是按照一樣的邏輯嘛 他們就連了 洪夢凱呢 現在是直接去幫 這個黑梅凱詐團喔 25電信去開協調會 那不是直接射手插入到呢 這個詐欺集團的一個業務裡面嗎 那這個... 洪夢凱就會反過來去講說 喔沒有我也是受害者 有沒有很有徐巧欣的既視感 對都沒有關係 反正在國民黨啊 而且他在這一波很挺徐巧欣 他說都是律領特異 就是對國民黨來講 那個連連看那個線 不管多粗 都已經水滷礁都連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我都是受害者 然後民進黨那個線 你都看不見都是虛線 然後都很像釣魚線一樣透明的 然後根本就沒關係 那你就可以說 沒有照國民黨來最後一句質疑說 那個都有關聯啊 民進黨要講清楚啊 就怎麼連吃個飯 合個罩合個影 就是說那個其實你就是 跟這些詐欺集團就是一夥的 明明根本就不熟就不認識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洪夢凱跟整個國民黨 都不要雙重標準 嗯 嗯 嗯